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海景照片可不多见 这是秦皇岛的海 中国还有更美的海景呢 三亚你知道吗 那儿的阳光特别的明媚 景色特别宜人 介绍得这么详细 你去过呀 也就是在旅游广告上见过 看几张照片就敢这么炫耀 苏珊 别听她的 我跟你讲 三亚确实特别的美 海滩上的沙粒洁白细母 海水碧蓝梯透 蓝蓝的天空 苏珊 你陶醉了吗 陶醉了 有机会一定要去 好 去的时候顺便带我也看看 没问题 等等 你也没去过吧 她也是从照片里看到的 谁是我从照片里看见的 苏珊 记得世界小姐大赛吗 就是在三亚举行的 你去看了 看了 在谁啊 在电视里啊 你跟我那照片比也强不到哪去 起码我那个是能动的 你 别吵别吵 我听出来了 你们俩特别特别想去三亚 是啊 冬天我特别怕冷 三亚的冬天最低温度零上六度 而北京的冬天最低气温零下十几度 可惜你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去 没错 嗯 真希望有个机会能去 我站在水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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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大呼小叫的 你没看见我给孩子辅导学习吗 我们单位啊组织到三亚去度假 一个人可以带俩家属 礼拜一出发 我昨天晚上不是告诉你我下准要出差吗 你给忘了 我真的忘了 算了算了 你就带乐乐一个人去就行了 听到了吗 我哥怎么要去三亚 听到了 空余一个名额 哇 我刚才还在喜愿呢 现在就凭空掉下一个名额 真是天赐良机呀 哈哈哈哈哈哈 只有一个名额 你们俩谁去 我表哥一定会把名额让给我的 他最疼我了 哪会呢 我知道 我表妹一定知道 呃 这次去三亚之行啊 对我的摄影会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呢 他肯定会让给我的 嗯 嗯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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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锻炼身体呢 哎 哎 哎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听说 你要去三亚了 哎 没刺儿 哎呀 哎呀 三亚的沙滩 洁白细腻 海水碧蓝梯透 哎 那你就去啊 多好啊 哎 麦苗 正好我去三亚度假名额还空一个 真的 啊 谢谢大哥 臭小伟 叫你跟我争 哎 麦苗 你说今天会变天吗 天气预报说 今天有二到三级的东北风 还有雷震雨 啊 那快回家吧 快回家吧 最低温度零上六度 而北京的冬天 最低气温零下十几度 你说今天会变天吗 天气预报说 今天有二到三级的东北风 还有雷震雨 天气预报说 今天有二到三级的东北风 今天有二到三级的东北风 还有雷震雨 天气预报说 今天有二到三级的东北风 还有雷震雨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在汉语中描述天气状况时常用的词语和句组 阴天 晴天 冷 热 暖和 凉快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刮风了 下雨了 下雪了 苏珊 咱们先看看明天的天气预报吧 好 明天白天晴转阴 下午有小雪 夜间有四到五级的偏北风 最高气温零上一度 最低气温零下五度 舅妈 晴转阴是什么意思 就是开始的时候是晴天 后来变成阴天了 哦 这几天天气变化可真大呀 小雅 我明天要出差 可能得三四天以后才能回来 去哪儿啊 先去杭州 然后从杭州再到香港 那我来帮你收拾行李吧 要戴毛衣吗 不用 香港天气热 穿衬衫就够了 杭州也挺暖和的 可是这个季节杭州那边常下雨 下雨天可能有点冷 哥 吃 好吃吗 看着蛮好吃的 哥 你也不问我 为什么要请你吃这顿饭 这个 你是我弟弟啊 难道请哥哥吃顿饭不应该吗 应该 当然应该 只不过 弟弟可以向自己的哥哥提要求吗 可以啊 那那那去三亚的空余名额可不可以给我 不可以 你刚才不是说我可以给你提要求吗 对啊 你是可以给我提要求 可是我也没说一定答应你的要求 那你看在我请你吃这顿饭的份上 我也不给你兜圈子了 去三亚旅游的那个名额啊 已经让麦苗先你一步要走了 女士优先嘛 你就翻翻风格了 是吧 美苗 是你在背后偷偷地抢走了我的名额 没错 还我 没门 你 怎么着 我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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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的样子凶极了 他抢走了我的名额 哦 哦 我知道这件事麦苗说叫先下架围墙 下手 先下手围墙 嗯 这是不正当竞争 我不服 嗯 麦苗 你跟他公平情争一次吧 可是他已经抢走了我的名额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知道一个人可以看看你哥的决定 谁 哎 乐乐 让他选择看他愿意跟谁在一起去旅游 这还用说 当然是选择他小叔了 呀 我都好吃的 嗯 好了 我来宣布 第二轮比赛 麦苗 载救善冲 耶 耶 耶 哥 嗯 你帮我跟乐乐求求情 我这次去不光是旅游 而且还能拍摄很多的作品呢 这事啊 乐乐输了算 哎 可你是他爸呀 你们公平竞争 你输了 男人嘛 愿赌服输 可是哥 你可想好了 您这次去还得领着孩子 还得拎着行李 那您还得帮麦苗 拿他那些装满 漂亮衣服 还有化妆品的 大皮箱 您这是去度假呀 还是去受罪呀 嗯 嗯 你说的有道理 不能带麦苗去 这名额让给你了 哥 哈哈 哥 怎么样 哎 那可是怎么跟麦苗说呀 这事啊 我去给你当说客 哎 哎 不过他们提的任何要求 你都得答应 没问题 哎 哎 我印象中 我有一个吝啬的弟弟 可是你这次 慷慨多了啊 当然 现在 是关键时刻 你们现在的样子凶急了 可是你这次 慷慨多了啊 当然 现在 是关键时刻 你现在的样子凶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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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词或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后面 表示达到非常高的程度 多了一般用在形容词的后边 表示相差的程度大 用于比较 爸 妈 咱们坐过山车吧 我今天不太舒服 大伟 你陪儿子去吧 这个 好吧 舍命陪儿子 怎么样 什么感觉 好玩极了 绑极了 我想再做一次 我 我难受极了 快 到那边坐一会儿 大伟 好点了吗 好多了 爸 你可比我二叔差多了 我哪儿比他差了 今次我跟我二叔一起来坐过山车 他就一点事也没有 那是因为你二叔比我年轻 乐乐 咱能不能换点别的东西啊 不能 我就想要那个限量版的数码超人 根本就整不到嘛 买不到那就什么也没谈了 乐乐 麦苗 咱们能不能商量商量 没商量 咱们换点别的东西好不好啊 我只要那款数码超人 你 怎么 怎么 开会呢 我是想跟他们换去三下短名额 可是他们提出的要求我根本就办不到 什么 什么要求 我想要那个限量版的数码超人 太好了 你高兴什么呀 把名额换给我好不好 好 拯救 拯救 你们俩气死我呀 西刷山西刷山明天就算呀 嘿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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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是礼拜一 起电的飞机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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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我坐火车也可以 也没了 那那那那那那怎么办 走轮船 我是说去三亚度假的机会没了 被取消了 苏珊 你别难过啊 咱们还有下次机会啊 不 玛丽亚 你别难过 我知道这是麦喵跟我说过 叫先下手为强 请下教会讲 学习中国话 学习中国话呀 朋友变点下 你说对了我就没诚了 咱们说对了 咱来一次 十几度 最低温度零下十几度 最低温度零下十几度 天气预报说 今天有二到三级的东北风 还有雷震雨 天气预报说 今天有二到三级的东北风 还有雷震雨 The weather report says that today there is a forced two to three northeastern wind and thundershowers as well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 在汉语中描述天气状况时 常用的词语和句子 阴天 晴天 冷 热 暖和 凉快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刮风了 下雨了 下雪了 苏珊 咱们先看看明天的天气预报吧 蓝蓝的天空 苏珊 你 陶醉了吗 陶醉了 有机会 一定要去 好 去的时候 顺便带我也看看 没问题 等等 你也没去过吧 她也是从照片里看到的 谁是我从照片里看见的 苏珊 记得世界小姐大赛吗 就是在三亚举行的 你去看了 看了 在三亚 在电视里啊 你跟我那照片比也强不到哪去啊 起码我那个是能动的 你 哎呀呀呀呀呀 别吵别吵 我听出来了 我听出来了 你们俩特别特别想去三亚 是啊 冬天我特别怕冷 三亚的冬天 最低温度零上六度 而北京的冬天 最低气温零下十几度 哎呀 可惜你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去 没错 嗯 真希望有个机会能去 嗯 我站在水边 哎 修雅 大家跟我学 学术中博画 学术中博画呀 朋友变天下 好美啊 那么美的海景照片可不多见 这是秦皇岛的海 中国还有更美的海景呢 哎 三亚你知道吗 那儿的阳光特别的明媚 景色特别宜人 介绍得这么详细 你去过呀 嗯 也就是在旅游广告上见过 看几张照片就敢这么炫耀 苏珊 别听她的 我给你讲 三亚确实特别的美 海滩水 海滩上的沙粒 潔白细腻 海水碧蓝梯透 海水碧蓝梯透 哎 哎 那你就去啊 多好啊 哎 麦苗 主要我去 我去塞亚度假名额还空一个 真的 谢谢大哥 臭小伟叫你跟我争 妹妹 你说今天会变天吗 天气预报说 今天有二到三级的东北风 还有雷震雨 那快回家吧 快回家 最低温度零上六度 而北京的冬天 最低气温零下十几度 你说今天会变天吗 天气预报说 今天有二到三级的东北风 还有雷震雨 最低温度零下 你干什么呀大呼小叫的 你没看见我给孩子辅导学习吗 我们单位啊组织到三亚去度假 一个人可以带俩家属 礼拜一出发 我昨天晚上不是告诉你 我下午要出差吗 你给忘了 我真的给忘了 算了算了 你就带乐乐一个人去就行了 听到了吗 我哥怎么要去三亚 听到了 空余一个名额 我刚才还在喜悦呢 现在就凭空掉下一个名额 真是天赐良机呀 只有一个名额 你们俩谁去 我表哥一定会把名额让给我的 他最疼我了 哪会呢 我知道 我表妹一定知道 这次去三亚之行啊 对我的摄影会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呢 他肯定会让给我的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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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